董事长 你现在就陈预言 全世界最主要的主节奏 一定是中美的一个大对抗 而中美的大对抗里面 美国不是说我只是下降你 美国要做的是什么 我要跟你红色产业链 红色供应链跟美国供应链 我会把你切开 切开了以后我会把你人逼出来 钱逼出来 技术逼出来 很多的产能我会把你逼出来 就现在都已经成真了 而且成真的过程里面 更可怕的是刚刚讲 现在国外旅游进到中国 人数居然从370万 变成只有5万人了 旅游观光业本来就是 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产业 它的服务业这方面非常强大 你看到中间 你看了没有 从这个2019年第一期370万人 其中一半是哪里来的 一半是台湾人 一半是台湾人 台湾人喜欢去中国 现在我跟你保证 下半年再开放 就是台湾人去 台湾人就喜欢跑去 因为讲话方便嘛 东西便宜 但东西现在不见得便宜的 所以我就认为 总体而言发生什么事情 两个大事情改变了今天的世界 一个就是恶物战争 一个是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让全世界发现一件事情 不能够产业链 一定要离开中国 有很多普通的产品 就最简单的一个 口罩 口罩你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死了 你就要多死几百万人 多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三年下来的结果 就刚好进入习近平的第三届任期 第三届任期的紧张的政治氛围 加上新冠肺炎的恐怖 就变成了综合起来一种新型的统治方式 什么统治方式 就是粗暴 然后对待人 没有人性 对 然后轻视人权 然后这个轻视人权 粗暴的对象 因为他是用卫生 用环境 用病毒的管理 那就不分内外 不分人了 不分黑白 不分内外 不分族群 全部一体试用 你昏倒了 老外在那边搞 搞几年出不来 搞几个月出不来 大有人在 结果搞得根本昏不下去了 就把老外吓死了 老外吓坏了 跟你讲道理嘛 哪里有讲道理 他一下开放 一下不开放 一下封小区 他在大白一下搞你 他搞中国人 中国人逆来顺受 外国人怎么办 你想跟他翻脸 抱歉你也变求菜 所以外国人吓坏了 俄乌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了中国跟俄国 这两个政权 在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对 那这个 那老美在开始干你了嘛 老美干你 第一个 他不是 他怎么干你你不知道 但他宣传就先告诉你 中国是一个不友善的国家 对 噼里啪啦一大堆 在那边跟你搞 每天都看到不利的宣传 然后产业退出嘛 观光客是主要的一个来源 然后再另外一个是商业客嘛 商业客你就整个都退出中国嘛 所以现在像布莱德雷这种 这种公司 对 他们还是 贝莱德 布莱德 就黑石了 他利用这个时间点 他想要危机入市嘛 所以美国参议院就干他 怎么这时候你跑去干嘛 当然是有利可图 对 当然他们在里面有很好的关系嘛 因为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他又有一个新的 所谓的寻租的机会开始 所以会有冒险家进去 对不对 但总体而言的话 中国这个量体太大了 所以他在盘整的过程当中 确实有很多事情发生 你刚才讲美国人三个人 对不对 三个人我一看 第一个是有一个牧师嘛 你可以在中国传教吗 本来就不可以啊 他要抓 他不抓你而已啊 他要抓你就不可以 不抓你就这样就可以 但基本上是可以抓你 对 哪里有问题 他抓你的理由 你认为美 中国共产党那么笨吗 他抓一个老美手上干嘛 他当然有条件了嘛 这个要一定有问题啊 最近不是发生过 我们台湾的学者 对 跑到中国大陆去 然后被 在海关被扣起来约谈 对 到那个征讯室一谈 谈三个半小时 对 跑回来台湾之后 这学者去哪里 你知道 听说跑到韩国去了 去度假 因为记者要追他 台湾的记者跟鲨鱼一样 问他你被老美 被老共搞了三个半小时 你问了什么东西 对 国安局要问他 所以我们如果会 他跑去韩国了 跑去韩国躲起来 现在不在台湾 不在台湾 可是那个学者不是 对中国很友善吗 他是对中国要求 他去参加 所谓的两岸的 这些学术型会议的 对 他是被中国大陆的 相关国家机构 邀请这位学者 我不讲谁 我好朋友 对 就请他去上海开会 你要求我去开会 然后你跑来 海关搞我 那扣三个半钟头 这个约谈 都是征讯室里面谈话 对不对 我们台湾也有 台湾 不是 而且可怕的是 他是进去三个半钟头 出境又三个半钟头 出来当然进去 你是你为什么来 那你回来的时候 你问你跟谁碰面 通通都要盘查你 你们邀请我来的 他管你的 又不是他 又不是他国安单位 他约谈的人没有邀请你 我在海关的人是 我在那个边防的 那个相关的刑制单位 又不是他邀请的 谁邀请光我屁事 我就是刁难你 对不对 跟你搞那你恐怖兮兮的 那不就真的人人自伪了吗 本来就人人自伪 你以为什么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 这个台湾图 李孟居 屏东人这个叫李孟居 没听过这个人嘛 他说他是屏东出来的 他跑去深圳拍照干嘛 他说刚好他的酒店里面 也可以从窗户拍到 那你为什么住那个酒店 可以窗户拍到的 拍到的照片 为什么被抓到呢 这干什么 这个被社局绑住的嘛 社局 当然是 他现在在哪里 在日本 他又跑掉了 所以这个每一个事 我跟你讲中国 你要知道 中国国家安全单位 他的国安单位 也是世界有名的 他可以到海外去千里狙击 所以他们的内部的 这个抓 逮捕 狙击 等等包括征讯 整个包括行资的收集 他不是白做工的 他弄李孟居 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孟居回来为什么不敢讲 为什么不敢抗议 然后他接受BBC的访问 说我太天真了 那什么事情 所以他没有告诉你 所以很多事情 老共不是笨蛋 老共他是坏蛋 但他不是笨蛋 所以他搞你的时候 是有道理的 你还没有忘记 最近日本多少人 在里面被抓 好几个 好几十个 都在东北那部分 在东北被抓 为什么 为什么在东北被抓 为什么 在东北 北朝鲜 那是朝鲜半岛的军情 你以为日本人 发行经历跑东北去被抓 你看到日本 日本人也抗议 抗议有没有用 没用 当然没用 那个人有没有问题 日本人的商社 全世界各地布局 最喜欢干什么事情 收集情报 我听到李孟居讲说 我关到监狱里面 我还觉得比较轻松一点 我关到监狱里面 还可以聊天 跟那个日本人被抓起来说 把我关到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完全没有窗户 然后呢 我的旁边就是有一到三个人 我眼睛睁开 他们在旁边 我去上厕所 他们在旁边 然后呢 他随时都在我旁边 随时有三个人盯着我 然后都不跟我讲话 这个还小事 我听过一个在厦门 我们一个朋友 在大陆被关过的人 回来跟我讲 那里面的监狱管理 好得不得了 我跟你讲 他里面一点的 没有人在什么打架 闹事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 他说有一天 他看到三个 这个 讲阿拉伯文的 讲阿拉伯语的 这中东 阿拉伯人关进来了 关进来之后 他关进里面 他叫第一件什么事情 他有一个监狱守折 你要用中文的 你要把它背起来 你不会背的话不准吃饭 我告诉你 那个阿拉伯人一天就会背 老港上口 乖得很 中文 不然没饭吃 很简单 全部中文背好 背的比中国人 比中国人背的还要好 我跟你讲 他的方法 这个国家 简单粗暴 恐怖之奇 好 四头 另外就是 中国现在解放军 出现了一些怪事情 之前我们不是讲吗 他有一个天才科学家 冯洋鹤 居然是半夜凌晨的时候 搭着滴滴打车 然后他被两辆车夹击 死亡 死亡了以后 刚刚讲的 另外 后来 秦刚就不见了 秦刚不见了 火箭军的副司令 刚刚讲的吴国华 说是被自杀 被自杀之后 这有一个战略支援部的 司令上将 拒前身 也失踪了 战略部支援部的 副司令上红 也不见了 而且最近的中国人 包括说军系体系里面 外交体系 真的是非常多动荡 你看 我们之前讲到这个冯洋鹤 现在有人就说 他其实是被暗杀的 包括说像吴国华 他被轻声 他除了这个之外 最近因为 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 中国国防部在北京举行 所谓建军96年的招待会 好 宝姐 既然是国防部 这个召开的建军节 你觉得大家是不是都要出来 尤其是大头 你一定要出来 所以大家都在看说 到底谁没出来 谁准备要出事的 就不然还真的有人没有出来 就是支援战略部的 这个司令员上将 巨先生 他就没有出现 战略支援部 他想说他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他是怎么样吗 所以人家现在就说 因为他跟这个包署 像吴国华 他们都有关系 所以他们说 他跟吴国华有关系 那他是不是准备要被调查 否则在八一建军节的前夕 你照理说你应该出来 而且这个火箭军 不是火箭军本身 已经从火箭军本身 扩散出 对 因为这个战略支援部来说 就有部分人要支援 这个火箭军的这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为什么人家说 他可能很危险 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支援战略部队的 这个副司令已经被抓了 他其实在这二十大当选 这个去年二十大当选中央 这个他们的代表 就没想到被取消代表 然后后来又被去职 然后所以就有人说 他已经被抓 那你看副司令被抓 结果你现在司令员 在这个角落你又不见 所以人家就说 是不是这个整个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 现在也可能要面临到 习近平的新一波清洗的状况 我们曾经讲过 中国是枪杆子出政权 对 中国任何领导人上来以后 一定要指导老掌 好不好 牢牢掌握枪杆子 对 可以怎么枪杆子 现在的问题这么多 对啊 照理说习近平已经在位十年多 照理说枪杆子应该被牢牢掌握 结果这几天 这个解放军的军报 又来个社论 你看党队军队的绝对指挥 是人民军队建军的这个资本 然后强军之魂 然后他又讲了非常多 然后讲了就是说 我们我军是拿枪杆子 执行党的这个义务的这样状况 他说坚定不一定要听从党中央 还有党中央的军委 会主席习近平的指挥 所以他干嘛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重新强调 要坚定的这个 听所谓党中央 还有军委会主席 还有习近平的指挥呢 你看我们都说嘛 中国是缺什么就讲什么 难道是真的 很多军人是不听你的指挥的 这个状况吗 而且他讲说 对党忠诚必须是唯一的 彻底的无条件的不猜 任何杂志 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绝对啊 绝对是绝对这两个字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中国 难道军队目前出了一些 什么状况吗 所以我觉得这当然值得观察 另外一个是什么 刚刚我们讲了 很多外国人不敢去 为什么外国人不敢去 为什么日本人会被调查 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个 就是反间谍法出来了 那反间谍法出来了 就是你跟中国很多 你打听消息 你就是仪式 就是间谍嘛 所以他们现在 因为他们反间谍法 已经要推出 那推出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他们开始了 这个很多网路上 就已经开始这样 国家安全部 国家安全为了你依靠你 然后就开始有一连串的 这个所谓 这个媒体的行销 就说 我们现在要怎么样 来做这个国家的 这个反间谍法 怎样 反间谍法 需要这个全社会动员 这样一个状况 那所以你看很多文圈就开始展开了 那因为人家讲 你不就会回到文革时间 没错 彼此举报 对 儿子举报爸爸 妈妈举报儿子 对 事实上中国历史斗争都是这样嘛 那结果人家想到说 好像文革又再现 那很多人就觉得不解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你其实本身你也是 因为被举报之痛苦 就没想到 你现在还要搞这一套 好 我怎么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知道 习近平的爸爸习东宣呢 他在这个 他九岁的时候就被打倒 被打倒的时候习近平就已经变成 这个黑五类的这个分子 就后来13岁就爆发文革 爆发文革的时候 你知道他当时就说了几句反文革的话 就被打成走资派 有人就告状 他就被打成走资派 保险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那当时中央党校 中国的中央党校 还举办了一个批斗走资派 其中有一个就是习近平 那习近平要怎么做呢 他要戴上那种特制的铁帽子 他们那种铁帽子 铁帽子 做盖上去 他当时13岁 他说他还用双手把他扶着才能这样 就知道他妈妈当时就在下面 还要被迫要批斗他自己的儿子 批斗他自己的儿子不说你知道 后来因为后来习近平就在 到这个陕西去 那有一次他就觉得肚子很饿 想妈妈就回到家里面来 结果他回到家里面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的这个 他妈妈叫齐欣嘛 就看到他妈妈 看到他妈妈 他妈妈看到他 说你回来干什么 他说妈妈我肚子很饿 我想要吃东西 你给我拿一点东西来吃 就知道他妈妈 非但没有拿东西给他吃 他妈妈马上去举报他 而且他知道他妈妈举报他之后 他就赶快跑走 赶快跑 跑走之后他就说 他在这个雨夜 那天刚好下了大雨 然后他回头看着他的这个 姐姐跟他的妹妹 跟他的弟弟的时候 他觉得非常的心酸 但是他也知道 他如果不跑 如果他妈妈隐匿的话 他妈妈恐怕也会被关 所以他曾经经历过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怎么又会让这个 这个所谓文革又再现 这是很多人 不能够理解的这个事情 而且刚才不讲吗 现在是解放军 感觉上什么一个一个的神秘死亡 感觉上一个一个一个 而且火箭又完全被整对 这时候大家就看到另外一个状况 这一次不是整个 华北东北灾情非常严重吗 以前只要发生这种状态 都是有解放军 结果这一次 看不到解放军 所以事实上我们要对比 保险你记不记得 我们曾讲过1998年 当时不是长江大水吗 大水那时候解放军 解放军来之后 他跳到这个核体里面去挡住 所以他每一次 中国出事的解放军会出来 可是这一次呢 这次着衷没有任何人 真的没看到人 没有看到人 就有人说你指挥不动 那是不是真的指挥不动 我们讲个例子 温家宝在2008年 汶川地争 他就去了前线 去了前线 结果没想到的 他就说 他要指挥那些所谓散兵 指挥那些军队 指挥不动 就他后来气了什么 我就一句话 是人民在养你们 你们自己看着办 所以他们就这样讲 就他因为这件事之后 后来发生什么事 军方就跟温家宝 两方就对抗 就温家宝 没办法指挥军方 军方也不爽 这个温家宝 所以那事 中国的解放军呢 就是听中央军委了 温家宝就是总理 你再怎么大 你也指挥不了枪杆子 这枪杆子目前是 按照这个中国的说法 就是说可能要集中在习近平 党中央 还有中央军委 还有习近平主席 由他们来指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